确诊病例2,女53岁,安徽省人。 7月14日来京,在京占住女儿家,地址为昌平区天东院西三区。 7月16日,乘坐第三次列车到达辽宁锦州。 7月18日,该病例已丈夫与大连市无症状感染者高某, 在锦州市某饭店共同就餐。 7月19日,乘坐第三零次列车底京,随后乘坐私家车至女儿家中。 7月20日至23日,在女儿家中居住期间无外出。 7月24日凌晨,作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, 由120救护车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。 7月26日,自测体温37.4度,由120救护车转运至昌平区医院就诊。 27日,核酸检测阳性。 当日确诊,由120救护车转运至地毯医院隔离治疗。 临床分行为普通行。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全部纳入集中医学观察。 本期节目 Hold up Hold up 1